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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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当时看到地平知道这是一种病吗 那时候我对这个病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它是一种遗传性的基因病 它是由于基因突变 引起孩子不能够生长正常的血色素 所以地平孩子从一出生就必须依靠输血来维持他的生命 那我们要依靠输血就是一个铁的问题吗 还是孩子很痛苦 因为长期输血就会造成铁成疾 如果不及时地去铁就会导致孩子心理衰竭 感情维化 还有感染的病发症导致死亡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几年了 十一年了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我们家庭情况还不允许 刚刚落实房子 没敢要孩子 加上工作也忙碌 什么促使你把这个孩子抱回家 我当时只是觉得每个生命 它都应该被删在 被尽重 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 有了这么个病孩子 特别是爱人把他领回来了 你们之间没有矛盾吗 当时我们想到这个病的严重性 那时候他也一直很支持我的决定 也非常和爱这个孩子 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 孩子又出现持续把高烧 就是在那时治疗期间 我们才知道地平 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 是不能治疗的 而是每天过输血 和每天的排铁可以治疗 当时医生告诉我们说 一个地平孩子 他每年的治疗费平均是十万 如果一个地平 成活到四十岁 他的治疗费用 大概需要四百万五百万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和他出现分歧了 第一次住院输血的时候 花了两千多 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个就是 从医生那里了解到这个孩子 需要这个定期的输血和排铁 我就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来带着他 还有这个孩子呢 他躺起来以后脑子冒 我就头不到休息 因为晚上两三点钟的时候 正是人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那么他一痛起来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他就在那里 一直在挣扎 一直在挣扎 他全身都在冒虚汗 然后呢 我就没办法休息了 因为我第二天还要给孩子上课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没有办法带着这个孩子 然后我就提议 就说干脆把这个孩子送到福利宴去 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不同意 再问多了 他就是帮着这个孩子不作声 二天输一次去 我的孩子是十五天输一次 大约得花多少钱 孩子那时候 每个月吃排铁药 两千一百块钱一盒 一个月吃五盒 都是一万零五百 再加上输血费 半个月是一千多 就是加钱又是一万二 一万三左右 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我带着孩子 因为孩子每天哭 不上班了 没上班了 那就等于是你们工资 都不够付医药费的 我当时很沉重 我知道我这个四百万的 对我来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无力成的 但是实际上 其实我有种惊喜的心情 因为这孩子从原来说 不能治疗到现在可以治愈 原来金钱 他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能够去拯救一个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 金钱有那么大的价值 你怎么面对你老公 所以那时候我也沉默 因为我觉得我也爱我老公 你不愿意离开他 那为孩子他有可能要和你离婚 你打算怎么办 我老公没有跟我提离婚 没提离婚 对 你心里想过吗 只是当时 我跟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我当时只是说 想把这个孩子送到服务院去 觉得自己带这个孩子 确实自己是无能为力 但是你能理解他吗 他的苦衷 我能理解 做不了这孩子 对 我能理解 那面对选择老公 和选择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当时我也挣扎了很久 后来我自己都 不是做出一个决定 花完我的积蓄 卖掉房子 辞掉工作 还有带孩子去治疗 这些都会影响我 老公的正常生活 所以我觉得 我爱我老公的方式 就是放手 我叫我老公去 立法鞋子上签字 他始终不签 所以我心里很感动 为什么不签字 这不是你解脱的一种方式吗 第一个就是我爱着他 第二个还是这个孩子 我在上面签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那个孩子 他哭的那种神态 想着他在那里抽搐的时候 想着他那个受药的那个肩膀 我觉得这个孩子 已经被亲人了 已经抛弃过一次了 他已经被伤害过一次了 我不想了 就是说再给他第二次伤害 然后我再想到 如果就是说我离开了他们 还有哪个男人 能够像我一样支持他 能够像我一样爱着这个孩子 这辈子我觉得 我最感激的 就是我老公 没有选择跟我离婚 他还是选择跟我一起面对 跟我一起去照顾这个 跟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小生命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激 我觉得这个老公 值得我去爱 值得我去珍惜 所以作为对他爱的回馈 在32岁的时候 也就是我也将近41岁的时候 我又给我的老公 生育了一个 生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第二个孩子 对 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你那时候已经41岁了 对 但是我老公 值得为我去付出 谢谢他 带来这个小可爱 这小宝贝 谢谢大姐 大家看到了天下 还有这么美的一对夫妻 之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 支撑这苦难的生活 是女儿 珊珊给了你们很大的力量 是这样吗 这一路走来 一直带给我的很多温暖和感动 所以我说 我带着珊珊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我都没有后悔过 因为她让我看到了 生命的顽强 她让我越来越懂得了 什么是勇敢去面对 排铁时间20个小时 一直都是高过去性地接受 有时候经常医生 因为反复打针 血管很难找 到处挤针 才找到血管 但是孩子 她不但没有交通 而且还会跟夫妻姐姐说 不好意思 你们辛苦了 或者说谢谢你们 真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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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我们四人才休息 我说孩子从来到我家第一天 就一直每天晚上睡觉 就必须要找我的头发的 那天晚上孩子同样的 还是在找我的头发 就是她爸爸就走在早上 就是去把我叫醒 说要迟早点了 我就跟她爸爸说 我说四人才休息 然后孩子又一直抓着我的头 现在我一头还得点痰 再休息一下 我这句话是很无意的 只告诉她爸爸听 但是呢 没想到 孩子站在门口 她叫她妹妹 就点了一封信给我 那封信带来了 那封信带来了 你的女儿大女儿三 我听说你们俩这次来上庄台 还很纠结 纠结什么呀 因为孩子本身 他是患有这种重病 就是说孩子每天 这种接受这种痛苦的治疗 这已经比同年人少了很多快乐 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去玩乐 现在还要让她知道 这个父母亲 这个爸爸妈妈 不是她亲生的 我觉得 这么小对亲生这两个字 还是养父养母有概念吗 但是如果她认为自己是抛弃的话 对不对 就 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 我觉得跟她深刻地谈一次能谈痛 我们为了保护她 就是从来没有跟她就是谈过 说过 所以她现在就是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听说 被遗弃啊 小孩害怕 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个对珊珊来说 能够说过去 但是想带着珊珊 就是想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究竟了很久 我想 因为造型感情报移植 可以彻底地根治地平 免去这种输血跟排铁 对 对 她这个造血缸细胞移植呢 她是三到七岁 是最佳的年龄 一年正好七岁吧 她现在是最佳治疗年纪 对 最好是找到她亲生父母是吧 对 因为找亲生父母的话 一个是成功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在空水库里面找的话 就是十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 对 她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知道今天来干嘛 知道 她知道我们过来是给她 很多人帮助她找到配型 不用那么难受了 对不用那么难受 像正常人一样 看见有这样的老乡 我也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代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 杯水车薪吧 先赞助你们五万块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代表珊珊这个样子 对对对 谢谢日本 我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个孩子 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关注 等着我这个栏目 我们为珊珊捐款两万元 我代表我们深圳市公安局 行政局打拐办的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家人 给圆梦基金再捐款两万元 尽一点心意 好谢谢 谢谢 就是我们那个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 已经为这个珊珊 就是开通了一个捐款的渠道 向全社会募集这个珊款 希望帮她筹到这个看病的钱 就是在看电视节目的观众 就是直接用手机 扫一下那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通过微信 直接给珊珊捐款 我也希望广大的爱心企业 和爱心个人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那么我们一起来帮助她 克服这个病魔 战胜病魔 我们把一个欢乐的童年还给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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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叫什么 我叫琪琪 你叫琪琪啊 珊珊和琪琪 大家欢迎你们 刚才爸爸妈妈一直在表扬珊珊和琪琪 说你们俩关系特别好 是吧 而且说你们俩舞跳得也特别好 是吧 那给我们跳一个吧先 跳个什么呢 跳最好的未来 最好的未来 好 我们一起给你们鼓掌 好 预备开始 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期待 爱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没有爱 住在晚ία现在 钱王的信仰会去沉大海 没躲浪景样红白 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心里我彼此相亲相爱 千万万水彩彩彩关怀 幸福永远与爱投赞 赞 forms by 一天后架架来 这就是最好的未来 好啊 好啊 好好回来吧 来让爸爸抱着 珊珊让妈妈抱着 来 珊珊 知道今天你来干嘛吗 我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干嘛吧 你爸爸妈妈心疼你 老去医院打针 就不想让你再打针了 也不吃药了 然后就想给你把病治好了 然后找和你雪星一样的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哥哥姐姐 谁都行 只要跟你一样 然后就把你的病给治好了 你高不高兴 高兴 高兴啊 谢谢爷爷奶奶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姜姜 我是个阶层的孩子 我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会赢的 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 姐姐加油 姐姐妹妹给我加油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上 他们怎么在帮我们寻找 我们珊珊需要的人 刘阿姨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我们在节目的官方融媒体平台上 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信息 我们也是帮您展开了寻找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咱们算一算 现在过去已经六年多快七年的时间了 而且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说寻找起来啊 确实就跟大海捞针一般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 我们也发动了多方力量 尤其是在这个柜林市 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 而且呢 我们还在融媒体平台上 对小藤山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 我们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您想要的结果 小藤山 在这个温馨的家里面 我们祝你早日康复 珊珊 你是我遇到最坚强的女孩 愿你能健康成长 珊珊 你是幸福 杨医师 也衷心希望你一天 每天都好 嗨 藤山 你好 我是湘老师 你是我教过的最坚强 最懂事 最珍惜学习机会的孩子 向老师 能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 感到特别的荣幸 可是你剩这个病 把你折磨得很痛苦 老师看了也很心疼啊 向老师 会在这里一起非常加油 支持你 希望你拥有最好的未来 每个孩子都在被宠爱 高了是我们的未来 祝你早上的未来 我没有爱 祝早晚没现在 小儿子 加油 小儿子 我们一起给腾胜姐姐加油 好不好 好 腾胜姐姐加油 腾胜姐加油 腾胜姐姐加油 告诉我为什么要哭啊 因为腾胜姐爱我很感动 很感动啊 很感动啊 就是说他们爱你 让你心里特别暖和温暖是吗 心里特别高兴是吧 爸爸妈妈也特别高兴 爸爸一直在哭 你问问爸爸为什么哭啊 妈妈哭啊 因为 三万党不幸 但是呢 是有很多这个 爱情的人来帮助他 他得到了社会的大爱 其实爸爸也是感动 珊珊知道吗 知道啊 知道啊 好孩子 以后每当你有困难 或者痛苦的时候 你就想到那么多人都爱你 加油 给你啊 好 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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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请 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请 我的女儿 她是一名中正低重海贫血患者 找亲生父母的话 一个是成功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在洪水坟里面找的话 就是十二分之一 没好了 非援寻找为爱剑手 请开门 请开门 她这个造血缸细胞移植呢 她是三到七岁 是最佳的年龄 谢谢爷爷奶奶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孙孙我是个街场的孩子 我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会赢的 各位好 珊珊你好 你好 我是叔董叔叔 今天有点遗憾地告诉你们 我们可能暂时还没有帮助你 找到合适的配型的骨髓 不过别失望好吗宝贝 你不要放弃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还会继续地帮你去寻找 另外呢 关于珊珊的这个病情呢 我们也去联系了权威的机构 我们联系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血液病研究所 所以今天呢 也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 就是这一位 是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血液病研究所的 张晓辉教授主任医师 张教授你好 张教授你好 珊珊好 张教授好 我们刚才听到你这个故事 也特别的是一个爱的故事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对这种疾病 目前我们是有治疗的方法 孩子不灰心 不害怕的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呢 这个技术已经突破了 就是我们在各种的层面上 保证供者 孩子不要担心啊 所以我们呢 寻找供者的这个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从中华骨髓库 到我们各个层面的这个供者 我们这个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呢 在世界上呢 我们做单倍型的造学和移植呢 是属于世界领先的 所以我们觉得呢 孩子这个情况呢 我们会继续努力 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听众 和观众朋友一起努力 为孩子最后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而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谢谢 谢谢 好 带着他们全家 走向我们的希望之中 好 咱们这边走 感激朋友用热烈的掌声 祝福我们的珊珊 有一个好的治疗结果 祝福孩子 感谢他的爸爸和妈妈 孩子和父母 对爱的坚持 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也会为小滕山坚持寻找 努力给他一个最好的未来 祝这暖心的一家人 永远幸福 祝小滕山早日康复 珊珊走了 我心里还是特别难过 因为他太小了 我再次说 父母啊 父母 珊珊的父母 亲生父母 人不怕犯错误 你犯过错误 把孩子抛弃了 给你一个数回的机会 回来救救孩子 小滕山坚持 给一个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